我国国防部今天公布从5号上午6点至6号上午6点为止 一共争过10架次攻击与4艘次军舰 其中包括一架运9通信对抗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国军也运用任务机舰以及暗置飞弹系统监控处理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胁迫 全世界都在关注 前美军参谋首长联系会议主席穆伦 在今天出席线上论台时表示 中国目前的策略是对台施压 逼迫台湾人民接受统一 美国与盟友应表达对台支持 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感受到威克 同时也让他理解若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 将无法获胜 而身为前海军上将的孟伦还指出 中国自50年代以来就不曾打过仗 因此解放军在21世纪战斗中的能力也让人有所怀疑 一同出席论坛的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 则指出目前仍无法确定习近平是否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 因为军事入侵台湾并不容易 此外北京也在密切观察乌俄战争 同时借近俄罗斯经验 不过高登也强调 虽然无法确定中共犯台时间表 但习近平的所作所为都在朝实现目标强化能力 同样是借近乌俄战争 华尔街日报则报道台湾民众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启示 一派台湾人觉得坚定抵抗 有可能击败看似所向披靡的敌人 不过也有另一派认为 即使要忍痛妥协也应该避免触怒北京 而这两种看法势必会牵动2024年大选 并影响台湾军事改革的方向 最后报道中也进一步点出 台湾强冠军队的决心 将影响美军在中共武力犯台时的介入程度 谢谢黄讯雅 整理报道